可能关注我时间比较长的小伙伴知道 从2016年开始 2017年 2018年 每年我都会比一场健体比赛 比赛的目的不是说我要走职业这条路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每年都能够回到原点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 然而在2019年 我却没能完成这个目标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2019年7月30号的时候 我跟我的好朋友Hawk 拍了一期关于城市训练的视频 训练的强度虽然很高 我也艰难地完成了所有的训练项目 但是在做最后一个 相对比较简单的动作时候 发生了这一幕 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 我的肩膀脱臼了 因为非常兴奋 我还是坚持完成了剩下的所有动作 但是当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就彻底感觉到了不对劲 我的手完全抬不起来了 我当时就意识到了 这不是一般的外伤 而是骨头或者韧带的问题 事实上经过核磁共振的检查 尽管我的肌肉和韧带没有撕裂 但是围绕着尖锈肌群和手臂 有大大小小的七个不同程度的损伤 最严重的是因为是撞击地面的原因 包裹骨头的关节唇也变得不规则了 恐惧 失望 沮丧 这一系列的感情扑面而来 虽然在早期打篮球的过程中 我的鼻子和脚踝都骨折过 胸和腰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损伤 但是这次是让我最心慌失措的一次 因为我看到自己周围受到这样损伤的人 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状态了 经过了近半年系统的积极性恢复 以及康复训练 尽管我已经可以像以前一样 正常地去健身房训练 但是我再也做不了某些动作了 比如深蹲 而且自从受伤以后 我的左右两边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大家看我的右边 肩膀 手臂 还有背阔 都比我的左边 大很多 这就是我这半年以来 肩膀受伤的经历 其实伤病无论是在健身中 还是各种运动中 对于我们都是很难避免的一部分 根据美国这边的调查研究表明 有超过90%的高中运动员 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损伤 而在这其中有54%的人呢 都有过带伤运动的经历 有些职业运动员在受伤之后 很难再恢复到自己的巅峰状态 有些甚至直接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命 Oh boy Jeremy Lynn is down 不仅如此伤病所带来的问题 不只是身体上的 随之而来的 还有治疗所需要花费的大量的金钱 大量的时间 甚至还需要面对受伤所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 还记得当时打篮球崴脚以后 每次起跳我都仿佛能听见自己落地崴脚的声音 那面对伤病这个如此可怕的敌人 难道咱们丝毫办法都没有吗 其实我这次肩膀的损伤呢 还是比较意外的 因为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对身体的控制 以及血与地面的滑行程度 其实在咱们对抗运动损伤的过程中 预防要永远大于治疗 而且根据美国的运动疾病控制中心表明 超过半数的运动损伤都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那接下来呢 作为一个经常受伤的过来人 我就给大家简单科普一下 在健身房经常容易遇到的运动损伤 以及如何避免它们 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腰部损伤 根据美国这边的调查研究表明 大概有80%的成年人 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腰伤或者腰痛的症状 导致它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 比如拉伤 扭伤 体重过大 怀孕 不良体态 久坐等等等等 那健身中最容易让腰受伤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咱们在做任何力量训练的时候 尤其是重量放的比较大 咱们的腰就容易出现这种过度反攻的情况 正确做法是 咱们可以保持一个适当的反攻 但大部分情况下 都应该保持一个核心收紧的状态 就是当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你感受有人在打你的肚子 这个地方是硬的 同时收紧你的臀部和大腿前侧 这是一个核心收紧的状态 在做绝大多数的训练动作中 你都应该通过将核心收紧 把你的腰椎和脊椎紧紧的包裹起来 这样的话就会最大化的避免腰部的损伤 第二点就是咱们的肩膀 同腰伤一样 肩膀的损伤也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根据调查研究表明 大概有21%的人都或多或少 有肩膀疼痛的问题 而因为肩膀损伤所导致的治疗费用 高达390亿美元 其中就由我贡献的一份 因为肩膀的活动方向比较灵活 所产生损伤的方式也比较多 比如说像我一样用手支撑地面 在游泳打球 或者各种运动中过度使用 而在健身动作中 最容易产生肩部损伤的 就是臥推这个动作 当你在做臥推的时候 如果你的肩膀处于一个圆肩的位置 那么你的肱骨 就很容易朝前或者朝内 就容易伤到你的肩袖肌群 那正确的做法是 应该先把你的肩胛骨回旋 手臂不要太靠上 这样的话也会让你肩膀 还有就是锁骨位置有过大的压力 小心收紧 举起来 如果大家在做肩膀动作的时候 有任何形式的酸痛 都有可能是肩膀稳定性带来的问题 大家可以做的是 第一 在做任何肩膀训练之前 做好充分的热身 比较好的动作就比如说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ITY组合 如果你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 或者酸痛的话 一定不要这样 还继续这么快速的做 可以马上做的一点 就是把你所有做的动作 放慢节奏 像这样一样 这样不仅可以有更好的感受 而且绝大情况下 都可以避免肩膀伤病的产生 膝盖损伤也是经常出现的伤病之一 除了跑步之外 各种形式的冲击 以及不良体态 都有可能导致膝盖的问题 而在健身房里 最容易产生膝盖问题的动作呢 就是腿举 或者蹲起类动作 大家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可以把你的膝盖 想象从两个手指 这种交错的齿轮 当你把齿轮放在凹槽里 向内移动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非常容易的移动 就像你的膝盖向里转动一样 但是当你把齿轮向外移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非常牢固 很难进行移动 所以在做大部分腿部训练的过程中 大家都应该尽可能的 把你的膝盖向外打开 这样的话会让你的膝盖 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 避免损伤 同时大家在做任何腿举 和蹲起类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这种超身的现象 因为当你超身的时候 所有重量都会压在骨盒 关节还有韧带上 而不是你的肌肉 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轨迹出现问题 就很容易受伤 大家也可以像我一样 每次在做大重量腿部训练的时候 都绑一个护膝 这样可以增加膝盖的稳定性 降低受伤的风险 下一个就是咱们的肘部损伤 大家可能听说过 高尔夫球肘和网球肘 听起来似乎是专业运动员 才会有的问题 但实际上 只要是从事任何 同手相关的工作 比如说厨师 建筑工人 甚至是学生 都有可能 因为使用过度 而产生肘部的炎症 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 在健身房 最容易让肘部受伤 或者不舒服的动作呢 就是仰卧必屈身 当大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如果你让你的长头 有更好的一个参与发力 你就要把你的肩膀往里扣 你这么做的时候 肘部会有那种pop的声音 或者呢 就是不舒服 大家可以稍微把肘部 往外打开一点点 尽管会让你的长头 没有最大化的参与发力 但是呢 会某种程度上 避免一些受伤的风险 同时 当咱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如果你的大臂跟地面 呈一个90度的夹角 不仅不会让你的长头 有非常好的发力 更重要的是 它的重量 没有全部传统在你的三头上 你应该做的是 把你的肘部向后 让它跟你的身体 呈一个顿角 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会对你的肘部 什么过大的压力 另一个和咱们肘部损伤 相连的部位 就是咱们的手腕 当你在做拉的动作过程中 比如引体向上 如果你的手腕接力过多 就很有可能导致肘部的损伤 正确的做法是 你应该将肘部保持中立位 想象用你的手肘 作为主要移动的部位 这样就会最大程度 让你的背部来发力 避免受伤 另一个在健身房 最容易伤到你手腕的动作呢 就是任何形式的推举动作 不管是咱们的胸部推举动作 还是咱们肩膀推动作 给大家举个例子 很多新手在做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很多的力量 压在手腕上 像这样一样 但你在这么做的时候 你的手腕 会帮你承担很多的重量 应该做的是呢 你把你的手腕 保持一个中立位的位置 把所有的重量 都传导在你的小臂上 再传导在你的胸上 这样做的话 就不会对你的手腕 有任何的压力 同时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抓哑铃和杠铃的时候 位置过于靠前 正确的做法是 应该放在沿着大拇指方向的位置上 这样的话 就会降低你手腕 受伤的风险 以上呢 大家看到的都是 关于咱们关节位置的损伤 那其实去健身房呢 还有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咱们的肌肉拉伤 根据我的经验 咱们大部分的肌肉拉伤 都有可能是三个问题导致的 第一 重量过大 导致的动作变形 第二 过度拉伸 第三 在没有准备的时候 做一些爆发式的动作 这三个我都经历过 所以吃一剑长一智 为了避免咱们的肌肉拉伤 大家一定要理智的选择重量 同时大家要记住 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追求 完整的动作轨迹 可能会导致过度拉伸 最后再涉及到那些 复合性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的热伸 并放慢动作的节奏 这样的话 就会尽可能的避免 肌肉拉伤 OK 讲了那么多预防伤病的方法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伤病 该如何解决呢 其实作为一个 没有医生执照的人来说 我没法给大家提供 任何的解决方案 但是根据咱们国家 体育总局发布的 急性损伤处理原则 一旦出现运动损伤 可以马上使用 Rice原则进行临场处理 这其实是四步的处理方法 那第一个呢 就是Rest 就是当你一旦受伤之后 要马上停止运动 防止病情加重 这点其实我自己做的 就不太好 大家还记录着 当时我肩膀受伤以后 因为兴奋 还坚持要练完 如果当时能够 及时停止运动 很有可能 我会恢复的更快一些 第二点呢 就是Ice 通过冰敷 减缓疼痛 同时减少局部的血循环 大家看到 我那个视频的背后 立马就带了一个冰敷的设备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大家在冰敷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在15到20分钟 有麻木感就可以了 不用太久 以免出现冻伤 第三点 Compression 就是大家在冰敷后 要进行包扎处理 通过控制受伤部位的活动 以免出现病情加重的情况 第四点 Elevation 就是要抬高受伤的部位 这个尤为适用于 下半身的一些损伤 比如脚踝扭伤 这种情况 如果大家遇到 急性运动的损伤 可以马上使用Rice原则 进行处理 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是否需要立即去医院 好了 以上呢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如果大家有任何受伤的经历和问题 都可以发弹幕或留言给我哦 其实做这期视频的初衷呢 是因为 每次在受伤以后 我都在想 如果当初有一个人 能够提前告诉我 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该注意哪些问题 该有多好 以至于现在 我也不会落下 一身难以处理的伤病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期视频 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到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新手 少交点学费 同时对于那些 有经验的训练者来说 能够引起大家 对伤病的重视 毕竟咱们每个人的身体 只有一个嘛 一定要好好珍惜 那咱们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io punch me My core is tight 优优独播剧场——